文明 《大飛漢天娜》 《7月1號》 《7月1號》 《香港回歸25週年》 在這裡 香港人很多時候 因為習主席來香港 變成了 無慶可何 因為都不可以外出 也不可以去會展 也有些敏感地方不可以去 加上打大風下大雨 所以香港人一般來說 都是在家裡 繼續 自己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好像《7月1號》不存在一樣 但是全球 19個海外 香港人的組織開始發聲明 當然這些 很多都是 這兩年 走了過去的年輕人 這班年輕人 現在發聲明要求全球 所有的 163個城市 是宗子和中國的姐妹城市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姐妹城市 譬如我和你友好 像三盆市和北京 我們就結成姐妹城市 其實為什麼不是兄弟呢 是不是 為什麼是姐妹呢 是不是兄弟 看上去好像有些問題 這個就是現實來的 好像之前的布拉格 也都跟 好像是南京 是姐妹城市 後來也都因為 立陶宛的事 折黑的事 甚至香港的事 這樣全部取消了 現在這19個 港人組織 敦促163個城市 斷絕和中國姐妹城市的關係 而英諾定銜 網上聯署已經突破了 1300人 力增3000人簽名 19個海外港人組織 七一發表聯合聲明 炮軍中共侵蝕香港高度自治 促請全港163個 全國 全球應該說 163個城市 中子和中國的姐妹城市的關係的時候 有一些支持香港人 包括香港監察 在上個星期六擺交站 再收集超過百千名 而聯署總體人數到今天 已經突破了3000人 而更加促請 市議會斷絕和寧波姐妹城市的關係 更加表示 如果整個聯署行動 有2000至3000人搶雨 影響力就相當大 而另外一個聯合行動的海外港人組織 蘇格蘭香港人 他的創辦人 就是香港前區議員 郭子健指出 這個全球海外港人組織 是要提醒英國 蘇格蘭人 和中共保持一定的距離 其實 歐盟開始有很多變化 好像瑞典 因為桂民海事件 因為香港人事件 之前 他 邀請許智峯去瑞典 事實上 有一個香港人已經在 這個香港人 剛剛好 在瑞典拿到政治庇護 這個是整個歐盟裏面 其中是第一個 接受香港人的難民申請 而還是獲批 這個指標意義很大的 即是說現在連歐盟都可以收人 斷轉163個城市 其實沒有什麼實質 很大的影響 但是 這種就是一種壓力 現在在 全球 的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經歷了反送中之後 他們去到那裏審視他們有什麼可以做 接著他們串連起來 所以 這一次是19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 那我相信 對於中共來說 中英聯合聲明都過時了 歷史文件 你這些走過立秋了 那當然不是 就是說 一大堆的香港人 或者現在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 他們會在全球所有的議會那裏 他們都會不停地給壓力當地政府 尤其西方國家的秩序 其實你可以說 為什麼中共和西方國家 好像格格不入那樣 其實就是因為兩套系統 不能夠兼容 而西方的系統 就接近香港過去的系統 所以這群年輕人 他們去到的時候 他們知道怎樣 運用他們 在當地的影響力 去縱行遊說 甚至給壓力全球這些城市 這些國家的政府 然後叫他們審視對中國的態度 所以有些事情 你跟中國共產黨 或者外國自己說 其實他們可能不明白 他們不明白 是因為制度不明白 不同 其實就是這樣 這次如果成功的話 你不要說163個城市 那你如果你有23個城市 能夠真的做得到 然後你又會一波又一波 其實民主社會都是 今天做一些 做得好 然後再加碼 又再做多些 然後又再加碼 然後又再做多些 直到達成 但是我相信 對於中共來說 或者香港 現在在香港的香港人來說 可能要經歷一些 相對漫長的歲月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總不知香港人 頂住 在香港的香港人 每天努力做好自己 想辦法做多些少 做多些少 因為我立了心 我一定要等到 就是說 周恆彤啊 袁家衛啊 這些出來 雖然他們不認識我 但是我很希望 我能夠見到他們 在法庭 在監獄走出來的一天 拜拜 他們也沒有 拜託 那次 他們還有 他們不 stress 寶貝